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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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向往的生活》里面的表现了 而这一部电影在前两天营销的时候 也是放出了张子峰与这一部电影里面男性角色的吻戏 很多的网友看完之后 纷纷表示这可是张子峰妹妹的迎评出文呀 但是两个人的迎评出文出演起来真的是一点也不声色 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张子峰的演技到底是有多么的优秀了 果然是一个从小到大演技都非常优秀的女明星呀 而这两年张子峰除了作为主角拍摄了快把我哥带走 以及我的姐姐两部非常优秀的电影作品之外 还在《唐人街探案》中有出演 在今年的《唐人街探案》第三部中 她的出现也让很多的网友纷纷表示 张子峰出演的斯诺真的是深不可测 其实在《唐人街探案》第一部播放的时候 很多的网友就想象到了在这之后秦峰会和斯诺有感情戏 这一次在第三部中 斯诺也确实是点醒了王宝强饰演的这一个角色去营救秦峰 而《唐人街探案》这一部电影 这一段时间的热度也依旧是非常的高 陈思诚也想要打造一个《唐人街探案》宇宙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个宇宙的初步形态已经形成了 第四部预告即将在伦敦拍摄 不知道这一次张子峰会不会作为主角回归这一部电影中呢 不过这一次陈思诚导演无意中的一个回答剧透了 接下来的剧情还是非常多的 网友十分的期待呢 你期待着张子峰在《唐人街探案》中再一次回归吗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